小资金如何快速翻倍,如何做大做强 这是很多想证明自己交易能力 或者没有多少资金 但是对交易这件事情有很好憧憬的一类交易者 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网络上的答案可以找到非常多 主流的大概是有两类 第一类告诉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做短线高频交易 通过量的积累来实现最终质的转化 第二类则是告诉我们要勇于重仓交易 也就是通过放大杠杆的方式来实现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效果 但在我看来这两条路线 其实都并非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优解 其实很多朋友向着这两个方向 做出过尝试和努力 但最终的结果却往往差强人意 甚至也有不少交易者 还因此徒增了很多的烦恼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大家急于求成 没有客观理性的去认清这个问题的本质 那接下来几分钟呢 我就来说一说我的看法 也会提供一些思路 虽然我不能保证我的思路 一定真的能让你在一周 在一个月招呼翻倍 但我想你按我的方法来做 一定可以尽可能快的实现这个目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直面的就是 小资金的弊端或者说劣势究竟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呢 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小资金它的试错机会是比较少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 小资金它的账户总体风险是更难控制的 首先第一点关于试错的机会 那我们都知道你交易可以承受多少风险 和你能得到多少的潜在回报 一定是成正比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两位交易者 第一个交易者只有一万块钱 第二个交易者有十万块钱 那么他们同时见到了一个交易机会 也都清楚这一个交易机会 可能需要设置五千块钱的止损 才能保证你有更大概率拿到后面的大段收益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交易者而言 如果真的承受了这五千块钱的亏损 那他的本金已经回撤了50% 这个回撤比例对于绝大多数的交易者而言 都是不可承受的 但第二位交易者 五千块钱不过是他账户本金的5%而已 就算这一次做错 他可以有第二次机会 第三次第四次 哪怕第五次的机会去进行尝试 那我们通常认为 只要账户的连续回撤 不要超过账户的30% 那么你不需要改变你的交易系统和藏位管理 你还是有机会去做起来的 但是一旦超过30% 尤其是超过50%以后 你就必须要去调整自己的规则 调整藏位管理的模式 否则的话 你面临亏光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而就算如此 你从已经回撤了50% 你想要再回到最初的本间 也要翻倍 对吧 资金体量比较小的人 他确实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去进行尝试 必须要去找一些止损非常小 或者说获胜的概率非常大的机会 那才能保证他用有限的资本去博弈更多的收入 第二个我们来看账户的整体风险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 分散投资是降低账户整体风险的最好方式之一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资金体量本身就小 那你在买股票的时候 可能你的钱只够你去买一只股票的一手 你怎么去分散投资 你在去做商品期货的时候 也许你的保证监只够你开一个品种的一手交易 那这个时候你连加仓减仓的剩余保证监都不够了 别说再去分散投资几个标的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账户的整体风险 其实就已经无限趋近于我手上持有的这一张单子 或者说一个标的的风险 那么当我们真的遇到不可抗力 比如说一些黑天鹅因素 或者说突发的这一个品种 一只股票的利空的时候 我们账户的风险就会瞬间放大 更有极端的时候 比如你是做加密货币 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传仓 就是连你的止损都没来得及触发 你的账户就被归零了 那这个时候你已经下了赌桌了 你还有机会再去想未来交易的事情了 没有了 对吧 所以这里大家看出来 交易的资金体量比较小 它的风险其实相对来说是更难控制的 好 那我们找到了小资金的两个核心地端以后 我们就要想怎么去解决它 如果我能尽可能的去克服这些问题 那我就已经走到了这个所谓做大做强 所谓的去翻倍的路上 甚至说已经成功了一半 对吧 那以下呢 我就来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降低交易周期 但是不是说你去做一分钟五分钟 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周期呢 就是在15分钟到一个小时 也就是有15分钟30分钟一个小时三个交易周期可供你选择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大家都知道交易周期越大 其实你可以捕捉到的符合你交易规则的机会是越少的 那你如果是做日线的话更少 一个月可能你只有两次三次的交易机会 对吧 那相反的如果你的级别太低了 因为你的交易周期降的足够低以后 交易其实是有很多随机波动的 那你在15分钟 其实对于很多品种来讲 它已经有非常规则的K线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品种 你把它降到五分钟三分钟一分钟 K线是非常乱的 有时候你刚开了单你都来不及反应 就出现了你在这个框架之下 你觉得看起来不那么好的K线波动 所以呢 降低交易周期到这个范围之内 我们既能保证它会出现更多的交易机会 又能保证我们因为降低了周期以后 交易的这个止损范围其实也是点少了 那这就符合了我们的诉求对吧 我们要有更多交易机会的同时 交易的止损还不能太大 第二点呢 就是一定要做顺势交易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在整个交易市场上所有的趋势 它都是有惯性的 任何的上涨也好下跌也罢 如果我们当前在这个图表上 我们看到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段 就是一个上涨行情 那你想马上见到它直接变成一个 这样整个对立的一个下跌行情 是非常难的 绝大多数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相体震荡 或者一个通道骑行 或者说是向下回调以后 还会延续之前的趋势方向 再走一段 这个出现第二段延续性走势的概率 在交易复盘中可以总结出来 是非常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 我们也在做一个概率更大的事情 降低止损的风险对吧 当然你赢的概率更大 输的概率更小 也比较贴合我们小资金的诉求 第三点 就是一定要做右侧交易 有人会说右侧交易不就是做顺势交易吗 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还是以刚才这个上涨来举例 如果说我们的交易的规则是在上涨以后 我们去做顺势 但是我们要参考菲伯纳契 比如说0.382这个位置 那你可以有两种入场方式 一种方式是第一段上涨直接回调0.382 到位你就买入 或者说你甚至提前挂单买入 那这就是左侧交易 你可以看到虽然它是顺势 但是这个顺势之中有左侧交易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到了0.382这个地方 但是呢 我要见到在这个地方形成连续几次的测试 或者说见到到了0.382 确实拐头向上的动作出现以后再去减入 这个时候呢 就是顺势交易中的右侧交易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地方的连续测试 通过这个地方的拐头已经证明这个地方支撑确实是有效的 那你再去做 同样你做的是一个概率更大的事情 意味着你止损的机会更小 第四条 一定不要去做抄底和摸顶的动作 抄底和摸顶本身就是一件风险非常大的事情 在行情运行的过程中 往往当它到达了某一个位置 我们认为是底的时候 要么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底 但绝大多数的时候它会有 比如说破底翻 比如说二次测试 甚至三次测试这样的动作 要么就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底 当它稍微震荡以后还会有更低的地方 那上涨过程中我们摸顶一样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去做抄底和摸顶的动作 那你相当于又站在了亏损概率 止损概率更大的一方 那这也是不满足我们小资金账户 想要快速翻倍 想要从小变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 所以以上四点是我的一个思考提供给大家 当然这里没有提供给你直接的一个交易系统 是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 每个人适合做的交易标的 交易市场都是有区别的 但总归来讲 这四点如果你能时时刻刻记在心里面 在这四点的基础上去设计自己的交易系统 那么我相信你在资金翻倍再有效变强的这条路上 一定会走得非常快非常稳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我说的还不错 欢迎大家给点赞评论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来一起探讨 请不吝点赞评论